首先在記者會之前,我想我帶領民安集團主要幹部 在向這次民安營養意外事件造成努力救災的消防弟兄們以及公司同仁的重大傷亡 因此造成社會的不安,民安集團表達我們最誠摯的道歉 我這邊先做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將民安將成立信託基金來全力協助我們傷亡者以及家屬 另外第二,我們民安民洋身為在地企業,我們絕對負責到底 那我來主動說明關於最近這兩天,我們在前天下午不幸發生的公司大火做一個簡要的報告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歡迎媒體朋友們給我們一些指導指教 那首先我們在9月22號下午大概5點半左右 因為我們在放原物料的那個倉庫 有不明的一個原因的一個煙霧 然後我們這個煙霧 我們就有消防隊也來 然後我們有經過一些 經過一些討論 然後發現他們有一些整個一些措施 不幸還是發生爆炸 那這個整個爆炸火災的原因 我們全力配合消防局檢調單位在釐清中 那目前民洋有兩個場區 那一場因為這次的火災也受到嚴重的傷害 然後在二場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消防弟兄 消防弟兄當然有來自於屏東還有高雄等地區的一些消防弟兄的協助之下 所幸沒有遭受重大波及 那另外我們的母公司民安 也會全力協助我們民洋 盡快可以恢復一個正常的軌道 那我們最近除了第一優先是針對我們傷亡的同仁 相關的人我們做全力的救治跟協助之外 我們在公司的辦公 比如說我們要配合一些調查單位的一些資料 我們可能會在公司附近或在民洋這邊找相對的一些辦公場所給予權力的希望可以快速的回到一個正常的機制 另外一個是民洋公司的意外災場 目前是由政府相關單位在警戒中 那我們會全力配合政府相關單位的指令來處理 那接下來那個民洋目前有人提到說 關於不動產存貨設備及相對對員工等預估的損害金額是多少 相關的保險狀況還有對公司財務的影響為何 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第一個我們的投保金額大概是15億 目前是有足有的保險 然後我們也配合 當然配合火調還有保險公司來做一個調查 會盡快完成這個理賠的程序 那第二個我們剛剛其實董事長這邊 明安董事長這邊有提到 我們會成立金錢的信託帳戶、專款專用 那相關的細節我想我們會 明天開始就會請銀行律師相關的專家共同規劃 另外 明洋公司後續的日常就業生產產能的營運方面 及營運的規劃 我們剛剛其實有報告過 那個子公司的日常行政 我們透過民安的一個協助 我們可以正常的進行 另外其他的管理地點 比如說接近原來廠區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會規劃或找到租人的一個辦公地點 希望整個評估在我們全力救治我們的傷亡同仁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有同步的接續祈禱 那剛剛其實我們有聽到有媒體在報導說 產能可能會逐步的提升到50%以上 我想我們目前還是以 我們最重要的我們的人員的受傷的部分 往生的部分做一個全力的協助救治 那其他我們包括未來的整個營運 我們會在這個告一個段落 配合政府法令到一個階段 我們會再跟各位報告我們的未來規劃 民安後續針對民養這個事件後面的一個影響面 那因為現在那個火事的部分好像是早上才剛撲滅吧 那所以民養這邊還需要再做一些詳細的一個採損的一個調查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後續我們針對這些傷亡者的家屬還有員工 這邊要進行一些關懷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在營收的部分的一個估算的部分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當然想當然如果說現在在已經沒辦法再生產的話 那對母公司這邊的一個營收部分是會有一些影響 那當然要看後續那個民養復工的狀況還有二廠的一個狀況 那在民安這邊的話當然就是會全力去支持我們的民養的部分 可以馬上趕快恢復營運 那我們在整個資金調度上面還有人員的一個資源上面 那我們也盡全盡全力去support我們的一個子公司 那我們可以回到一個重建的一個軌道上面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我們最重要的想救人員到目前還有一位沒有出來 我們非常的心痛 我們非常的心痛 因為消防人員 這麼大的一個傷亡 我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捨 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我們也跟沒有跑出來的這些家屬 一一的支援環圍 不管是在現場也好 或是在賓儀館也好 今天早上我們也到屏東的殯儀館 那麼慰問了我們往生的同樂 同時 本來我們也希望能夠去屏東殯儀館的消防人員的銀行上鄉 可是協調的結果我們沒有辦法過去 我感覺我非常非常的心痛 跟遺憾 不管怎麼樣 消防人員是我們 保護我們的一個 那麼重要的一個 那我們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真的很希望盡快能夠去他們的銀台上鄉示意 甚至以後續的一些 無慰問金或是補序金等等的一個畫畫 那 這個是我們心中的一個遺憾 但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去執行有做 那當然我們自己的 員工傷亡的 我們在昨天下午 已經開始 分四個組別 去四個不同的醫院探望 然後執政慰問金 這是一個初步的一個慰問金 當然它後續的醫療 部件 甚至於就業等等的事情 我們都還需要有很多 或許去討論的 不管是在民養這邊 或者是民安這邊 我們絕對會逃避任何的事情 一定會負責到底 那麼剛剛有提到的信透基金也 當然這個是我們內部有先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剛剛有漲一個金額三億五億 我想這些錢來自於是我們員工跟社會大眾努力我們做不到的錢 我們應該要回歸到員工 或者是社會大眾的身上 我們絕對不會連結這些事物 這些事物 另外 就是說 我們也一定會很負責任的 在公進崗位上 趕快把這個事情給處理好 讓事情能夠盡快回歸正常的味道 至於個人的去留 這是等以後 等到我們公司復原之後 再來討論的事情 抱歉 剛剛也有人在問我說 工作的環境不好 等等 那 這一點我 也是分散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們改進的 我們的速度不夠快 那我們的自動化的速度也不夠快 其實這個是我們在好幾年以前所定下的一些目標 我們以後一定會努力的來 積極改進跟改善 我們要找到什麼 這個作詞